王岳 来了几个北京的客人 想吃抓炒虾仁 嗯 你能做得了过 抓炒虾仁 这是一道老菜 这是一道宫廷菜 水塘时期的菜 哈哈 你快拉到吧 哪有那么多事 还是水塘时期 你闹了还是闹不了 这道菜 你别看那么简单 其实特别复杂 但是我 抓不了 抓不了 来吧 我相信你的实力 虾都可以准备好了 赶紧的吧 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 送干爬吧 还是老规矩啊 咱们把虾头 去掉 把虾拔皮 把沙线取了 这就OK了 虾已经拔好了啊 抓炒虾仁 这个菜 它没有副料 就简单的配点 姜米还有葱米 这就OK了 开始对汁 现在咱们取碗对汁啊 这里有盐 味精 鸡粉 白糖 黄酒 橙醋 这个菜是小酸甜口 可不是糖醋里集啊 最后咱们把配好的 葱姜米 搞里头 现在把虾仁 清洗两到三遍啊 让虾仁 透亮透亮的 炒的菜漂亮 现在给虾仁 抹点底味 来点胡椒粉 现在开始抓拌啊 来点淀粉 淀粉少吧 你知道啥呀 这道菜的关键步骤就在这呢 挂户和抓香的中间 恰到好处 老汉你看 虾也看见了 淀粉也看见了 这就强调好处了 少来点沙拉油 这就OK了 这就开干 油温不能太热啊 五成热的时候啊 咱们把大虾一个一个的 转圈把它下里 这菜不能着急 着急得粘连了 稍微给它巴拉巴拉 活动活动 这道菜跟糖醋里集不一样 糖醋里集得复杂 这个菜不用复杂 一次到位了 打到外面只要里面嫩 但是它不硬啊 就把它捞出来 锅里不用要底油 咱们把提前最好的汁 好嘞 这个汁必须要硬一点 看里 热油 翻炒两下 均匀的裹着上来 可以出锅了 完美出锅了 你过来看看 这道菜绝对完美 外面的胶 但是不是那么硬 这汁挂的相当到位 恰到好处 赶紧上菜吧 这下人抓的相当到位 可以上 走了 就不完美出锅了 看里面做完美肢 你帮我 还给你帮我 你帮我